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0日星期四的收視下 見到恆生指數都是微跌 上星期一恆生指數大音速 今星期一恆生指數都是大音速 同樣的地方就是 之後星期二、三、四、五 都是一尾一個悶字 但不要放鬆境界 我告訴大家 上星期一的26341點 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 還要補充一句 雖然恆生指數到現在 都未是點穿26341這個位置 但國子已經截連第三天 穿了上星期一的低位 即是說國子先行鑽躍 你知道恆生指數裏 除了匯控、友邦幾隻之外 其他的跟國子撞到棒棒聲 所以國子轉向 恆生指數都是沒甚麼得點看的 留意反向的工具部署 7500雙倍造淡恆子 7588雙倍造淡國子 雖然市況樂樂樂地 但不是沒有股份好炒的 今星期建議大家看的就是 9922九毛九這個股份 舊經濟加上內地喝喝吃吃 蒸路就不用理美股怎麼走 不用理科技股怎麼走 繼續去看它增長潛力 股份最美的地方就是 今個星期突破了前頂新高 那個位置就是19.8 向上的話沒有駭貨沒有阻力 當然我會當它20元突破 先看22元24元 我自己的看法 它的軍線多頭排列的話 應該可以做一個中長線部署